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化得以延续数千年长盛不衰 代代承传 是源自于中国的老祖宗 重视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以及社会教育 并且将伦理 道德 因果和圣贤教育 以身形言教 尊尊教导 使其涵养 熏陶与同盟之时 且终身不改其志 中国古代的家规 家训 更是畏为大官 流传久远 培养出无数的圣贤君子和栋梁之才 地子规 是同盟养正的启蒙教材 是儒家德行之根本 其内容取自《论语学尔篇》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弟子规的作者 李玉秀 自子前 新匠县龙兴镇人 清朝康熙年间秀才 著名教育家 他师从当时的知名学者 党成 浩 冰贺 游历近二十年 经研大学 中庸 创办敦赴斋讲学 由于师从李玉秀学习的弟子众多 故尊称他为李夫子 李玉秀夫子根据自古至今同盟养正的经义 撰写成 迅蒙文 后 经贾存仁先生 修订编成 弟子规 弟子规 是一部引领幸福人生的家庭宝训 流传至今仍闪耀着 至德至善的人性光辉 辽凡四训 改造命运 心想事成 辽凡四训 是明朝原辽凡先生所撰写的家训 辽凡先生原名原皇 自昆仪 他原本命运多传 寿命短促 在云古禅世的教导之下 从此 吉德行善 勇于改过 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于是 将一生的经验 写成 了凡四训这本书 用以教导儿孙 内容包括 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极善之方和谦德之孝 清末民初 印光大师竭力提倡此书 因而流传甚广 成为后人吉德累功 改造命运的经典 印祖亲为此书做续约 原了凡先生 训字四篇 文理俱畅 获人心目 独知 自有心心向荣 即欲取法之事 寻书是良摩也 徐氏宗谱 家规垂训 以赔厚德 徐姓是中国第十一大姓 徐氏家族的历史 可往上追溯至四千五百多年 至今已是皇帝的第一百三十六代 皇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 徐氏是其次子昌义这一脉所传 昌义是宣元帝的正非 雷祖所生 家谱世系源流清晰 历历可考 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家规与家训 蕴含着祖先宝宝费的智慧经验 是做人处事的行为准则 对于人生有很大的借鉴和启迪 在前川徐氏宝费中 勘客着家规垂讯二十二条 增补家规四则 明太祖高皇帝讯等 前世家训 人才辈出的家教典份 中国无锡 红山前世家族 自古至今 人才辈出 先祖 吴岳王 钱流 清代著名的音韵 迅古学家 钱大兴 近代清华才子 钱中书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 士大夫的国学家 钱穆 为数众多的学界太斗 灿着繁星 代代不绝 其中的奥秘是在哪里 这无不归功于 钱世优良的家庭教育 追溯钱世家族的历史 一千多年来 足足相传的 五肃王遗讯 钱世家训 为钱世子孙塑造人格 成就得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形成重文畅学 德才兼备的钱世家风 钱世家族自古就重视教育 秉承家庭祖宗虽远 祭祀宜成 子孙虽于 世俗虚毒的祖训 从宋代开始 即设立一田 一庄和祭田 体现出中国古代大家庭中 互爱互助 和睦共处的美好得风 在钱世家训中 有许多先贤格言 警示名句 至今读起 仍是镇景于玩 感人至深 家训的训会 对子孙影响极其深远 是祖先留给后人的 金玉良言与无价珍宝 温氏母训 贤母之造就不虚也 温氏母训 是明朝末年贤者温皇先生 记录母亲陆氏的教会编定而成 内容包括祖业的守成 家道的维系 子女的教育等 蕴含着深厚的人生阅历 以及修身 齐家的深远智慧 在温氏母训中 母亲陆氏 尊尊教导 儿子说 曾祖母曾经告诫 你的祖父说 人即使贫穷饥寒 也切记 不能轻易地抛弃 祖宗的根基与产业 祭祀断绝 是和祖宗不相往来 婚庆吊咽断绝 是和亲友不相往来 这样的人就称之为 独夫 上天是不会保佑他的 当家的 把祖宗要紧 而没完成的事 补一二件 当官的 把地方重要 而没做到的事 干一二件 这才是男子的座位 居家度日 千万不要贪图富贵 富贵是没有底级的 温氏母训点点滴滴地教诫 体现出陆氏的深厚德行 与 慈悲教导 四库全书和 五种仪归 娇女仪归 西街收录 温氏母训一文 陈鸿谋先生 在娇女仪归的暗语中说 温母的家训 虽然是日用的长年 然而 对于立身处事的要点 立家应对的方法 简要完备 而要恳切周到 字字 都是从阅历当中而来 所以 能耐人寻味 发人深省 晚清明臣 曾国藩先生 一生教子有方 他最为推崇的两部家训 就是康熙皇帝的 庭训格言 以及康熙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 聪训斋语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 父母之爱子 第一 望其康明 第二 记其成名 第三 愿其保家 这句话 道出了天下 为人父母者的 共同心愿 聪训斋语 是清朝宰相的家训 庭训格言 则是 大清帝王的家训 康熙 在庭训格言中曾说 天下 没有过不去的事 忍耐一时 便觉无事 为学者 不可不学周易 成 以义之为书 有官民社教之方 有通德类情之用 对于治国 平天下 颇有注意 父母之爱子 则未知 即深远 康熙皇帝的身形言教 得以培养出 两位杰出的继承人 雍正皇帝 和乾隆皇帝 从而缔造了大清国的 康乾盛事 历数千年来 华夏子孙之所以 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屹立不遥 正是源自于代代 恪守老祖宗的训会 以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等圣贤教育 作为立身行道的根基 实至今至 身为华夏儿女 我们应当追本溯源 报本凡史 将老祖宗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承传下去 防无愧于祖宗的 无尽慈悲 殷切期盼 与尊尊教会 好了 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支持